年底将近,你是否有思念的人想要传达想念呢? 体育术二孙嘉廷和妹妹孙嘉琪11月中期在公管图书馆二楼举办摄影师展几何光,让大家在读书之余享受光影艺术。 几何光展览以妹妹佳琪的摄影作品为主,再配上家庭的诗歌文字,墙面展举的照片不乏台湾各地的风景,照片独特的取角,令人不惊小一探背后的故事。 展览现场还放置了摄影作品,制成的明信片,观观众自由索取。 两姐妹说,她们希望大家在看完展览之后,能够将感动寄给想念的人。 我妹妹会做明信片也是因为现在的人都很少在写信,那我们希望可以提升大家去买情感的活动, 然后可以试着在写明信片给其他人的时候,然后自己也会去反思一些自己的生活, 还有自己的一些情感的比赛。 这次两人在世大和开的首展成功,孙嘉婷和孙嘉琪将以几何光作为奇典, 继续用笔与相机带给观众更不一样的感受。 校园记者李博轩采访报道。